已表明辭職參選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 出席慶祝孔子彈的活動後說 會協助行政長官完成施政報告的工作 再離開行會 曾生提出因為最近做施政報告 有部分內容他想我以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 能夠幫他大家一起參與討論一下 我覺得曾生提出這個想法 我應該支持的應該配合的 他估計一個星期之後可以正式辭職 又說沒有計劃去深圳見中央官員 而出席同一場合 有意參選特首的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否認中央勸他退出特首選舉 那最勸退你 沒有這樣的事 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他說現階段會先專注區議會選舉的工作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